今天教大家用面条鸡做番茄肉酱意面,制作简单,酱汁浓郁,在家也能轻松搞定。 面条鸡先清零,倒入400克高筋面粉,盖上盖子,选择搅拌功能。 倒入10克食盐,鸡蛋液,搅拌成絮状,取消搅拌功能。 鸡面2小时,2小时后选择鸡面功能,挤出面条。 番茄切十字,用开水泡几分钟,去皮,切丁。 洋葱切小丁备用200克猪肉搅成肉末,锅中倒水,烧开。 倒入一面煮8分钟。 加一小勺盐,搅拌一下。 捞出。 加入一勺香油。 搅拌均匀备用。 锅中倒油,下肉末。 翻炒均匀,加入一勺料酒,洋葱丁,番茄丁。 翻炒均匀,加入适量番茄酱,翻炒一下。 加入一勺食盐,适量黑胡椒粉,一小勺白糖,适量纯净水,煮至酱汁粘稠。 下一面。搅拌均匀。 捞出。 淋上酱汁。 放上薄荷叶。 美味的番茄肉酱意面就做好了,酱香浓郁,大口肉酱超级满足,自己做的就是料足,酸酸甜甜巨好吃,面条筋道有弹性,在家也能吃上地道的意面了。 感谢观看。